嘿 大家好 我是Chill 今天又是石頭火鍋系列啦 繼上一次石頭火鍋跑去吃的旺角 有不少的留言都告訴我說 老司機石頭火鍋也非常好吃 甚至有超越的傾向 底下網友推薦的呢 是三重店 但是我就近來了爐州店吃 那是因為爐州跟三重店的評價都很好 所以我當然要選一個比較近的啊 嘿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吃石頭火鍋 這不是要第一集的 我以後不算 反正我會往前算 我會打在資訊上 好 這一間是人家推的 但是它推的是三重店 不過我覺得離我比較近 而且評價都很高 我就吃吃看 因為這是爐州店離我比較近 好啦 我們來就座吧 我們先從醬料區開始 這位是非常基本的石頭火鍋配置 冬蒜 醬油 辣椒糖 餐具使用鐵塊鐵湯匙 飲料兩種都好喝 今天我點的是最基本的梅花豬 炒過之後風味非常之好 這一盤比較紅一點的是牛肉 一份是300塊 老闆看到我們在拍影片 請我們吃的這一盤 蛤蜊鯛魚 還有這一小小盤的 煎嫩到不行雞柳 雖然是我們有兩樣小東西 但是大家放心 我還會是跟平常一樣正常的評論 話不多說 先來看炒鍋秀 今早就用糖 醬料 相信新鮮 TOGETHER 有些油 有些油 不 我先把肉混合成,就像中火, 加三角煮一碗, 加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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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炒猪肉来啦 汤也滚得差不多啦 稍微看一下菜盘还剩什么东西 这个风格感觉似曾相似 沙茶酱的色泽 蛮类似的 然后也有这个汤 一定会好吃的 因为看这个样子就知道好吃 然后这边提供的是红茶跟绿茶 不是奶茶跟绿茶 这个牛肉的色泽还蛮漂亮的 好啦我们要开始啦 我觉得这个发明是非常聪明的 因为它这个汤不会冒出来 它会在旁边这样子 就算我开的再大 今天我们你点的是牛肉锅 我点的是猪肉的 我是270 你是300 因为我觉得四层相似 然后我现在先讲这个汤头 这个汤头闻起来是一个淡淡的柴鱼的香味 你看大家有四层相似 刚刚它在炒肉的时候 然后它那个麻油香马上就串出来 然后我觉得它炒得非常的仔细 因为它刚刚那个菜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放上去 不是说全部一起丢下去 对 我是觉得啊 它这个也是柴鱼的那个汤 我刚刚已经喝了 等一下我喝一下跟大家讲 它那个我刚刚它一倒汤的时候 哇茫茫的柴鱼 可是我原本看了汤的时候 它倒下去的时候呢 它这个白白的衣味是什么大骨之类的 它这个控火啊 也不是给你自己控的 所以也是泡河那边这样子 就是台北的那个style 然后我喝一下这个汤 我跟你讲大家喝这个汤一定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这个汤匙啊 就是铁的嘛 所以会烫到嘴巴 我刚刚就有点烫到 它不是舌头烫到嘴巴 对对对对 所以要小心一点还是要那个 不要想说自己舌头厉害 你的嘴唇有够厉害嘛这样 嗯 一样这么好喝 它的台鱼的味道也是非常浓 很自然这样子 基本上我觉得有九成像了这样子 嗯 今天跟那个旺角有点太对标了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都好吃了 它东西也是会有些差异的 我们来讲 因为我还没吃 我是第一次吃喔 所以我今天不知道 最后会是推荐还是怎样 我本来不知道这一间是观众推荐给我们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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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不是出观众吃的那个 说的那个三重店 我们买到卢州鸡现在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比较近这样子 alors评价也高 好我刚刚吃了先吃的高丽菜 然后吃的高丽菜的时候 我们吃下去的时候 慢慢就是吸满了那个 它刚刚那个柴鱼的汤 然后还有那个麻油的香气 zrob的我觉得很好吃耶 把这边全下啦 还有还一只虾啦 对对这虾看起来还蛮新鲜的 Até对呀 它那个光泽度 下去吧 好 我們繼續講湯的部分 湯的部分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蠻shabu-shabu 那種就是好吃的那種濃的柴魚 其實還是不一樣跟那個 我們心中想的那一間不太一樣 對 不過也是很好喝的柴魚湯 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有點可惜 就是說這個還是美奈美的 如果能夠是吃了 可是這種餐廳他們很多吃的是不好用的 鐵的或許也會好一些些 先來講一些比較其次的東西就是蔬菜 其實這也蠻重要的 它蔬菜比起其他家是稍微 我覺得是份量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是一點點而已 菜盤吧 對 感覺 可能它的盤子比較大一點點 我也不確定 對 等一下我們吃完之後再總結的時候再 然後我剛剛吃了它的這個青菜 都非常的新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完全無魚的 就是很棒 特別是剛剛這個貢丸 我覺得它的貢丸是有特別挑過的 很像那種新竹貢丸 沒有 比新竹貢丸好吃 我跟你講 絕對比一般的火鍋的貢丸好吃很多 它那個脆度不一樣 那個新鮮度不一樣 然後它的青菜啊 都屬於很輕的 它的湯也很輕 對 它吃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我覺得目前我吃過幾家裡面 就前面 妳有幫我前面講 它的湯頭是最舒服的 最輕的那種 就喝起來好喝之外啊 也是一樣沒有味精感 然後這個 這個青菜下水去煮過之後 這個青菜啊 特別的甜 撈了一大碗蔬菜起來 然後被我吃掉半碗 因為它就是過 光是光過這個湯去煮起來 就很清甜很好吃 我完全忘記有沙茶醬的存在 對啊 我也是耶 其實我剛剛也是一直在吃菜啊 然後沒有去沾醬這樣子 然後覺得很好吃 就是我跟妳講 妳喜歡那種很原味啦 然後不喜歡沾太多醬啊 它這個湯很可以 就是吃起來很舒服這樣子 沒錯 對 不會說 我說它口味清淡 不是說它沒有味道 它是有那種香氣給妳的 可是又不會像那種味清淡很重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帶小朋友來吃 應該是滿適合的 對 這個湯頭我覺得是出色的 我剛剛有跟老闆聊一下說 這個湯啊很好喝啊 他說它裡面用的就是 台語啊 雞骨還有蛤蜊 蛤蜊 然後它完全沒有用其他化學的那種成分 就是完全就是實在下去 所以它不敢說是幾次 一定是就是最好喝 但是它至少它 保證真材實 對對對 然後現在下一下我們的肉 進去 來試試看啊 先沾一下醬 它這個沾醬很好吃 我等一下再講說它多好吃 那時候 我跟你講喔 我現在吃的它 這個豬肉它非常的香 可是妳會覺得說 我每次都講這句話 可是它想在哪裡不一樣 就是第一個炒過嘛 可是我現在把它放在湯裡面 然後拿起來的時候 它吃起來有一種 這種烤的那種香氣 這麼神奇 對應該說它那種濃郁的味道 是已經到了那種 有那種烤的那種 那一烤才有辦法出現的那種香氣 就是它很進到很入味 入到肉裡面 對 而且它那個柴米的香味 在那個肉上面 就會有一點點那種柴火味 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 這是一種感覺啦 了解 你看它肉這樣子 就是哇草 這樣真的看起來超好吃 而且就是很香 我自己覺得很像培根 分量真的還蠻大的 看起來因為它盤子用稍微比較大 因為有一些是比較小一點的盤子 然後裝起來滿滿的 看起來沒有滿滿的 可是下去其實分量還蠻多的 肉量蠻多的 我覺得200多克有 我現在秋太拿了這一份是豬肉 因為等一下我們比較一下說 它的牛肉跟豬肉 它覺得哪一個比較好吃 也這樣子提供一下大家 有些人可以吃牛肉可以吃豬肉 所以不一定要吃牛肉的時候 你可以挑 而且畢竟也有價差30塊 搞不好豬肉跟好吃 怎麼樣 蠻好吃的那個肉嚼起來很有彈性 然後油花適中 不會太肥不會太瘦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這個肉吃起來 跟我們一般火鍋的小火鍋 是完全不一樣 湯也完全不一樣 好啦我們請秋太來吃這一盤牛肉 下一點來吃 下進去 然後再比較一下 秋太都會把它放涼一點再吃灌 它的嘴巴可是不是很耐熱的 妳的嘴巴是受嘎嘴了吧 不耐熱的 啊沒有沒有沒有 好已經吃了 還在計算中 怎麼樣 它的牛肉喔 就是油脂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但是不至於柴 可是我覺得它的形狀就是比較不成形一點 就是比較碎一點 可是也不是真的很碎肉那樣子 然後它的肉味非常的足夠 就是肉味的香氣很足 那講那麼多 妳到底比較喜歡牛肉還是豬肉 我覺得無牛不歡的呢 還是會選牛肉 可是我個人來說的話 我更喜歡豬肉的那種Q彈的感覺 對 其實台灣的豬肉是非常的強的 沒錯 所以其實台灣的豬肉很容易 就是我們在同樣的價位啊 我們比較低價位 你吃豬跟吃牛的話 豬通常是會獲勝的 為什麼一定要選 我兩個都想吃啊 我就吃你的就好了 我一定選豬啦 我吃到後面啊 有咬到一點點那種金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板劍牛中間那一條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 可能跟豬肉我就會有點難選擇了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牛肉妳也是覺得很好吃的 也不錯 不相活種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豬肉我特別喜歡 它不是那種很肥很脆的那一種 可是它的香氣真的是有夠好吃的 然後那個肉的彈性又非常好 好啦我來下這一盤老闆的封口費 不是不是 他剛剛我們在拍 然後就給我們 可是我們是絕對 絕對是真實評論 那有不好的連愛會講 剛剛加湯的時候啊 老闆倒了兩鍋東西進去 然後其中的一鍋寫原湯 我跟你講我最喜歡那種 老闆說 不方便跟你透露 這是什麼的那種店 好這個鯛魚啊 我覺得它還蠻新鮮的 最主要是吃起來 不會有那種冷凍味 像我會去前年買鯛魚 我會有陣子健身的時候每天都要吃鯛魚 這樣子 然後那個就會有一種冰箱味 這個就沒有了 這就是新鮮的味道 但是它也是冷凍的 然後我覺得好吃 如果你想點鯛魚的話 我可以放心的點下去 那就是它送的 送的送的 強調一下謝謝老闆 因為老闆看到我們在拍啊 所以一點小小招待 對啊就是有水分的 有彈性的這樣子 好吃 蛤蜊也可以放心點啦 然後它鹹味還滿足的 鮮鹹味很好吃 吃個蝦子 它的蝦頭非常的甜喔 很新鮮 它這個算是比較小吃的蝦 可是 說正常的蝦啦 可是甜味很夠 然後它的草類啊 還有一個海陸鍋的選項 我覺得海陸鍋應該會滿強的 可以期待一下 但我們還沒吃過啊 就不太確定 但是我覺得感覺上可以 然後這是 他說請我們吃吃看這個 雞肉 他說他們雞肉很特別 雞肉 這個有抓一點點粉對不對 對 它有醃漬過 然後 就是他們 說請我們吃吃看 我說不要 對啊 還是 沒關係啦 因為我覺得它其他東西好吃 我覺得可以吃吃看 可能你一看就是 其實我剛剛擺也要點這個 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它沒有炒的 對 所以你如果是吃了肉了之後 就是原本的鍋有炒的 我們如果原來點這個 沒有鑒別度 然後結果沒想到 老闆請我們吃一點點 我就試試看這樣子 它這是雞肉的部分 我沾一點醬 好吃 它是雞胸的部分 然後寫雞肉要抓一點粉 所以吃起來還是會有嫩的感覺 可是它抓了粉之後呢 會把裡面的水分都鎖在裡面 所以它還會Q 對 然後它因為在泡這個雞肉的時候呢 它在抓這個粉的時候 它其實是水分被鎖住 所以就不會那麼乾彩 所以我還蠻推薦 就是如果你有健身的人 然後吃一份這個 而且這一間的這個非常好吃 它的肉味是很鮮甜的 我來吃吃看 你吃吃看 是不是 就是 嫩耶 對啊 因為它是 蠻甜的 然後不會有那種雞的腥味 因為很多那種水煮的雞肉 會有雞的腥味 所以是很可以點的 它的湯的味道有吃進去 對 我覺得真的是 它出色的地方 等一下總結的時候再講 好啦 因為它都可以選一份 就是麵飯的東西 壽司 對所以你點的是這個 板條 對有板條 這看起來還蠻好吃的 那我就是一定選飯 因為我一定會把它做成粥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 這個感覺怎麼樣 好啦 現在這個飯 這個飯的份量 特別多 真的有 特別多一點點 很大一球 比起前面的 它 金三的我都不用講 因為金三它是吃到飽的 好 老起來啦 這吃下去可能飽到天蓮蓋 白白胖胖的 吃下去就白白胖胖了 好好吃的感覺 欸 看起來超好吃耶 可是我不能吃 因為你那一鍋已經有沾到牛了 對啊 沒關係你等一下吃吃看 我看一下我的 我的也還要一剩子才會煮好 還好聲音 好好吃喔 尤其是拌上這個醬 這個板條看起來是非常好吃耶 真的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到這種 火鍋店啊 石油火鍋店啊 它的那些這種主食類的東西啊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很邪惡耶 這碗吃下去真的白白胖胖了 熱量爆高 這個沙茶醬 哇 你這個也沾得太滿了吧 哇 看起來就是那種外面在賣的那種邪惡什麼的 超好吃 我們剛剛一直忘記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還沒有講它的沙茶 一煎石頭火鍋 你不講它的沙茶 對 我跟你講這個沙茶是非常好吃的沙茶 沙茶是收草的 然後筋骨味也滿香的 然後那種顆粒這樣咬起來 但是如果跟旺角比起來 它很像很像 可是它的比較沒有像旺角的這麼多的花生 可是它的香氣絕對沒有比較酥這樣子 然後一樣它來就是給你一碗 然後它這個沙茶 我也有糖可以加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加了糖之後也是超好吃的 然後因為我本身真的是特愛吃香菜 所以有香菜恐懼症的就抱歉了 你看這個巴上沙茶 哇這個看起來太好吃了 我跟你講這個板條真的是有夠好吃 它那個外面這樣軟軟 然後裡面又帶點Q勁 它的板條應該有特地跳過的 哇最期待就是這個時候了 好我來吃一下這個 它這個也很好吃 那如果你單吃的時候呢 它的味道也是屬於很清甜的那種 它不會很甜 它不像說 因為它的肉汁比較沒有那麼多 像我覺得金山它 它就是屬於比較重口味 就是有很多肉汁的味道 所以整個會比較甜 那它的話就還是維持它 剛剛原本的柴魚的香味 其實跟旺角色我覺得是蠻類似的 可是也是好吃 可是我覺得它們還是不一樣 然後我剛剛後來我就加了這個沙茶 還有這個辣椒之下就是 哇升天的好吃耶 對 我跟你講它的白飯煮得非常好 它像剛剛你的那個半條也非常好吃 它的主食類的東西很用心 好啦 飲料稍微講一下 因為它提供紅茶跟綠茶 然後它這兩個都是有甜的 可是它的甜都是那種微微甜的 有點像三分糖那種感覺啦 然後飲料部分我覺得是不錯喝 但是我沒有到經驗 可是說真的我覺得旺角的那個 飲料真的是非常好喝 不管是無糖或者是奶茶都好喝到不行 不經驗但也不難喝 對對對 好啦我們來總結一下啦 我們已經吃完啦 整個吃完的感覺非常舒服 它的湯頭呢是就是自然派的 不是那種很添加很多東西的 所以整個人吃完呢 就不會有那種高鈉感 不會口乾舌燥這樣子 然後呢那個飽度啊 我現在已經飽到天靈蓋了 對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它的菜盤看起來比較小 其實它的盤子有稍微比旺角大一點點 所以吃起來其實我現在也是非常好飽 我今天都故意沒有加任何東西 但它還有送我們一點東西 可是說真的那些東西的分量不是很大這樣子 所以吃起來我覺得是非常飽的 這個飽足感對於一般人來說 是不用去吃蔬菜吃到飽的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家附近有那個 你也不一定要求要蔬菜吃到飽的話 現在就算有蔬菜吃到飽 或什麼吃到飽擺在我面前 冰淇淋我現在也吃不下 對對對 我講一下這一間店我覺得最出色的就是 我覺得它的湯非常好喝 然後它的肉炒得真的是香到不行了 真的很香 我覺得整個過程用餐過程中啊 我最喜歡的時刻就是那個麻油香爆出來的時候 對 而且我喜歡那個肉炒過之後 像我那個豬肉炒過 還有一種很像那種烤肉味道這樣子 然後醬料的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強 我覺得跟旺角也算是不想賞一下 這個缺點是我個人比較不喜歡吃火鍋料 它的火鍋料有比較多一點點 它比較不喜歡吃那種什麼魚板 新鮮腸啊這個我看到都很扣分 可是有人很喜歡吃 好啦 因為我之前我覺得旺角很好吃 那不用講金山又更遠 但是如果我坐在乳無糟的話 我會選擇在這邊吃 我不會特地跑到三重或是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為了吃一個好吃的東西 會跑到很遠 那是否值得呢 我就覺得說跑過去就不值得 因為它夠好吃了 我覺得在湯啊這些東西啊都 我覺得跟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好吃的喔 就是傳統老店的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點優勝就是 它的那個料啊 在那個湯煮過之後呢 是幾乎不用沾醬 就會非常好吃 都被那個湯帶出更鮮甜的味道 對 我們最喜歡就是這一間的湯了 好啦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大家拜拜 好啦 如果你要外帶沙茶一份啊 加購每分是20塊啊 它沙茶的外帶是有加購加錢 那其實像金山啊喔 它也是 沒有 它是付一份 付剩一份 然後如果你想要再多 就再加20塊 對 所以其實沙茶是很珍貴的 另外它也有提供大火鍋的試煉啊 感覺到這裡 也 Meeting 就是 開火鍋 開火鍋 就是 開火鍋 我喜歡 他媽媽